我们来看范例,分子F是一种细菌生长必须的养分 缺乏的时候细菌无法正常生长 细菌从环境中吸收F分子之后 在利用ABC株一这五种酵素催化一连串的代谢反应 五种酵素中的三种酵素基因ABC位在相同的操纵族 然后这个操纵族受到细菌体内F溶度的回馈抑制 好,回答问题 标示出操纵族的三跟五 三跟RNA聚合酶结合 这个是启动值 那五就是操作值 好,再来第二小题 当蛋白质二 好,这里 跟四结合之后 就可以跟操作值结合 这个跟大肠杆菌的色氨酸操纵族一样 所以这个是一个共同抑制物 抑制结构基因的表现 好,所以这个蛋白质二 它是一种抑制蛋白 分子四是反应四中的哪一个分子 那就是F 共同抑制物 就是具有回馈抑制 好,再来第三小题 细菌的基因B突变的时候 无法产生有活性的酵素B 请问酵素C是否有活性 细菌的构造基因 这是一个连续的基因 可以产生三个不同的蛋白质 这是互相不会干扰到的 所以酵素C具有活性 好,再来前上题 将突变株培养在分别子 添加一种分子的 A、B、C或株的培养基之后 观察生长情形 这个突变株可以生长 在单独添加哪几种分子的培养基当中 最终是要产生F 因为B突变了 所以加A或者加入B 最后都无法变成F 后面是可以的 因为后面跟这个B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是C跟株 原则生物常以操纵组来调节基因的表现 如附图甲乙 我们看甲 调节基因产生的调节蛋白 无法跟B结合 B就是操作值 所以后面结构基因就可以表现出来 产生相对应的蛋白质 然后乙图 调节基因跟这个G结合之后 就可以跟这个操作值结合在一起 把整个操纵组关闭 所以后面的结构基因就无法被表现出来 这个就是色胺酸的操纵组 我们看第一题 判断有关此操纵组的叙述 何者是正确的 这个模式跟色胺酸操纵组一样 对 抑制型的操纵组 好 B选项 结构基因可以合成三种蛋白质 1到5 5种 好 再来 G是共同抑制物 不是诱导物 再来诸选项 小B是操作值 不是启动值 好 再来第二小题 下列有关图中 诸到1的叙述 哪个是正确的 诸到1 这个是转译 错了 B选项 在细胞值进行 C选项 租上的密码纸 可以跟TRNA的反密码纸 配对 好 没有错 互补配对 好 再来租 租要先5%加帽子 3%加多线漂灵维 不需要 说 好